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今天就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今次星期日的賽事就跑八草以來的賽事 不是全部都是草地來的 賽事時間,因為都是十場馬,開跑時間都是沒有變 1點正開跑的,草地是用A加3難 準備講今次的賽事過關之前,跟大家聊兩句 大家可以不妨在底下留言,說一下自己 你覺得我選了三場,你們還有什麼馬,有機會可以說出來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大家多一些互動 在今次的賽事裏面,照舊都是選了三場 仍然都是三穿一的,一會兒大家聽下去就知道了 在講今次賽事之前,賴牌,我們要講一講 剛剛最近可以賽事那條飛 頭場都已經有點不太好心的了 我不知道盈樂黑的棒是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篩出去那個位 宇宙動力,精選位贏很合理的 宇宙動力我覺得黑如其分 為什麼不買完位置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進來跑第二 最後當然,他的能力可能是差不多 只能夠跑第三 宇宙動力就沒辦法跑出去 原本我預型拿去跑得好一點 跟神希臘人是一樣道理的 我沒想過神希臘人完全頂都不頂這包裝蟻像 就由他自己貼籃 然後他落後的包裝蟻像 轉回西番出去外面 最後都是僅僅只有第三 我也不知道他跑了什麼 一場起威心,一場何宇宙 我不知道他倆都在做什麼 所以變相頭兩 基本上第一關不中 我看見到第二、三關要中起來 其實沒意思,是三穿一來的 但你起碼見到馬來跑得好一點 去到第五場了 運來勇士健康有事 鑽石寶寶前面就肥得太急 胡椒君曹就很合理地贏 王志雲是跑得好的 他不跑放頭馬來受什麼事的 王志雲 正正上上,跑居宗或者候選 他都跑得很好 胡椒君曹就過去了 入到直路,找少少位 一衝就贏得輕鬆 所以胡椒君曹那場我就不覺得太大問題 只不過運來勇士,早段被人頂 再加上回到健康有事都沒辦法了 所以上星期三條飛就 我個人覺得一半一半 頭兩關就有兩隻馬 即各自有一關有一隻馬跑得不好 美軍就更加不幸運 有一隻健康有問題 有一隻碰巧的補足形勢不太快 所以整條飛來講,我覺得一般的 又沒有到很差 但又沒有想像中拍得那麼好 不要緊啦 我們這個星期日再努力一次 再試下,看運氣會不會有好轉 先來頭關,跑第三場 四班的1200米 這組馬其實你說11隻就已經知道不是滿的了 其實很多馬都是側身馬來的 首先要選一隻四號河好運 是啦 潘頓幫廖康銘,廖康銘大家都知道 近期手風大順啦 找廖康銘,潘頓還要下去跟他跑 最近試一貨集,怪獸騎兵就搞定了 那貨集回來其實 整個走勢來講都相當之不錯 是唯獨是出閘那一刻 大家可以留意整貨集 是出閘那一刻差一點 一出閘那一刻就 叫做有些禮計啦 出得不是那麼好,慢慢地跌在包尾上 但是你看看沿途流在後面的走勢 因為泥集嘛 會吃泥,其實沿途走勢沒有問題的 一路走得挺好 一路跟著尾啦 跟著馬林一路沿路逐步逐步上 好了,臨到拉屎,入到直路了 外面看空,找到一個位 隻馬按住自己都湧上來 其實潘頓都不是說真的很認真 給很多他的 只不過是 推了他轉腳 推了幾步 隻馬一撻著了 你看他一路在外面 逐步逐步一路蓋上來 我覺得霍集來講試得相當之不錯 試得相當之好的 那回來 雖然你說 國手 就叫做贏不到霍集 但是有時候都說啦 不是贏集就一定好的嘛 當然啦 怪獸奇兵 當下霍集都試完霍集出來跑都贏 而相反河好運 這個集都試得相當之不錯 狀態來講都相當之好的 那 要了他先啦 那跟著呢 就要隻8號廚師法版啦 這隻馬徐宇石的質勢馬上季跑得不多4場的 但是 大體來講叫做跑得不錯的啦 那今季 在 即最近試了貨閘 沙田的1050米閘 那 一出閘其實很爽的 就 一出閘彈出來就搶完條欄 就順著放回來 都試得相當之不錯 那 沿途走勢其實沒有太大問題的 尤其是你可以見到 即 中段 現在見到轉彎入直路這段時間 即安上人啦 一路都是很輕鬆 鬥著這隻馬 讓你馬自己走 當然可以說會不會太過急呢 那這些要看臨場啦 因為始終這隻馬是年輕的 但是起碼用力那樣東西呢 已經好過上年了 那麼 也就說 騎斯被指示 轉到腳 就已經按住回來 都沒有什麼大力 吹策 那當然 整個大家都按住回來而已 但是你見他按起來 這隻馬又有餘勁的 是輕鬆的 那當然啦 那外面那隻新力都應該都 都在上年力都應該今季要 即是會再有交代 後面上季都贏到馬的嘛 那回來見他 輕輕都飄掉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廚師法版 經過了一個暑假來講呢 都有一些進步適應到下來 雖然你說 上季的表現不是那麼好 但是今次有二檔嘛 那加上田泰安 看看有沒有機會 幫這隻廚師法版 在這裏開到齋啦 那另外再選一隻的 就為10號陸續威 那 這隻馬又是啦 那8月30號的時候 試了一貨泥閘的 那1200米啦 那但是這貨泥閘就有些不同的 那隻馬真的有點急 而不去放得有點急 走出來 那霍文昇 因為 對了出來 但是他又不是貼著籃的走的 然後回來 西他出來一點點 直馬去到最後那200左右 就開始斷了 是啦 我想他可能早段真的 放得太過急 回到來其實 你見後面一堆馬 就擁過了他 但是你說是否斷到 離學離辣呢 又不是 但是很明顯見到早段用力 用得太多 那回來呢 叫做走起上來一般的 那但最近9月12號 亦都彈了火草閘的 是的 他的小集來拍著他轉式奧場 回來他走勢其實都不錯的 那你說 以他上季的表現來說 大家都看到的了 在初流的表上 以他表現來說 其實不差的 1200米 雖然未贏得到 但是長期都在 那霍文昇上季都跟他跑過兩次的 最後 都跑了第四的 今次來講 抽到一個三檔 早段也是 如果全師發板要放頭 那你陸座位跟著他跑 那所以變相應該都可以好跑的 那看著陸續威 有沒有機會 因為這組馬 老實說 很多比較側身一點的馬 同時間如果要選擇側身的 那不如駁一些 試乘或者上季 好像 表現不是說十分之好 但是有個走勢出現的這些馬去駁 那變相這組就選四號號好運 就八號廚師發板 和受陸續威的 接著來到第五場 跑四班的千四米 這組馬我就選得少些 那由於這個千四米的關係 其實大家留意這個表 看到很多馬上季季尾都有頭馬交的 分別是碎炸 勁大威猛 甚至乎快樂高球上季尾都跑得好 有型人也都上季表現也好 最後那場差一點 那下面勝利神區良區好有這些 都有時候會走進來爆一爆你懶的 但是我今場來說 就不是選這組了 反而就選了什麼呢 就是3號的標之將來 那這組馬這次來講 抽到一個一檔 那最近也找到韓澤搖 8月31號試了貨 1000米的直路集 這貨集 說真的應該很多人都留意到的了 都試得相當之吸引 早段出閘的時候 不是說那麼好 你看到的 排著個五檔 一出閘挖挖挖爛 堆在尾上 那可以沿途留意到 走勢了 那當然啦 1000米對他來說是嚴短的 他沿途跟在後面 一直跟著跟著主馬群 都相當之不錯的了 接著 就開始在馬林找位了 左捐右捐 這裏又撞一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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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跟著多彩多姿後面 一路沿途跟著 好 然後這個位置不夠 再把他推進內蘭一點 回來的走勢 其實這裏又看一看 這個位置沒有阻撞人 抽他出去 試試給他擁兩步 其實就相當之好 這裏前面 多鎖多姿那一撞馬 其實是有騎的 是他前面那隻包裝 沒有騎的 裡面胡椒軍曹 貼左蘭都贏了 他也是沒有騎的 按著回來的走勢 其實是不差的 而且這隻馬上季 其實已經贏過馬的了 前季 上季又跑得差些 因為 我想健康有問題 跑得比較少 其實前季跑千龍 不是贏得到 在丁固圖手上 其實這隻馬 你不要以為他跑了兩季很多 實際上都只不過是跑了七場馬 我覺得這些 愛爾蘭馬來到 今年 再成熟有進步 健康 只要做得好 應該可以在這裏 有所作為 所以就要了這三學標之將來 接著就是10號的勝利神驅 你說這隻馬 跟他有點緣分 今季來講9月5號 在松化市一貨千二米泥閘 都是一樣 這些馬市集 泥必一定是 堆了出來就放 潘榮輝特地走上跟他試 出閘順順利沒問題 這件沿途 在轉彎位 沿途放得輕鬆 一路按住回來 外面的馬 異經歷 就叫做 因為要合監 就堆了上來 跟了他回來 後面那些綠色好運 黑圖火箭時遲 慶心風生水大哥兒 這次馬 本身勝利神驅 做得到第一步 就是自己擺前走 放頭 其實他每一場都不可以說沒有機會 只要不是撞到些什麼 被其他馬拉著 撞些什麼快步速 其實基本上他在前面要回來不難 其實你可以看他的賽職都不是說 經常輸很遠 只不過後面那些馬 追到就追咯 對 很簡單 你輸了給一隻比較側身一些的馬 或者比一些實力強的馬 回來可能就差一點 但我覺得 這次馬本身跑沙田 1200也好 1400也好 其實都幾好表現的 所以變相我覺得這隻勝利神 他今次來講 看回整組馬要放頭 不難 而且動位又不是差 如果要騎師手風近期都順 所以變相 這隻勝利神驅 我就選了他 變相 今組來講 就選少一點 選兩隻 分別就是3號的標之將來 和10號勝利神驅 跟著來到最後一關 就是第九場 跑這個三班的直路1000米 首先 整組馬裏面有兩隻初出的 分別是10號連連幸運 11號耀寶 好 另外 還有一隻四號魔術 其實上個都只是跑過一場 那麼大把 今組馬首先選擇 選擇一號 當家精神 先 上季全程都 其實基本上不是上季 前季都是 全程都是在二班跑 他的二班能力 真的不夠跑 今次下回三班 八月三日一號 試一貨集 田坦和他試 那麼 回到來 最後的那幾步 叫做 三百米左右 叫做騎角 騎了幾步 隻馬散得起散得動 可以 大家看看 看到田坦一路 後面跟著馬林 沿著內蘭位 橙色帽 綠色三波點 那件 不斷田坦 騎他幾步 隻馬是有走勢 即不是那些 輕拍拍 沒有料到的 不是隻馬有些反應的 騎回來 回到來 走勢都不錯 旁邊還有些馬 但是 大哥仔現在沒有那麼害怕 這些馬 即是沒有那麼害怕旁邊有馬 騎幾步 回到來 最後 五十米都 按住 散了兩步之外 都算了 但是走勢都不錯 所以 難得 這次 叫做下班 離回這裏 三班 跟你們這次馬跑 理論上 級數上 應該有些 佔優 加上有個愛當幫手 所以就選擇一些東西 當家精神 另外再選擇 就是這隻 4號 魔術控制 上季跑了一場那麼大 表現 不過不失 不是說太好 也不是說太過差 但是 這次馬上應該相當相當多人吸引到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試這次大集 前面 輝煌精英 現在走出來 外面是水晶酒杯 大家留意一下 在他後面那隻 剛剛人員特首給他 就是嘉應高星 而魔術控制 沿途都是能夠自己沒有挨難 望空走 走一些些 我們叫做 偏內難 一些的不利場地 因為始終直路是堅持 完全沒有挨難 但是跑支相當之好 一直沿著直線 不是說 最後頂得住嘉應高星的走勢 回到來呢 輕輕都還有少少走掉他 可以見到嘉應高星 即出賽就贏了 後面輝煌精英跑 都叫他入到Q 上到到名 跑得好的 魔術控制 看來今季適應到下來 應該可以展現到他的能力 所以變成這一場來講 加上有個外檔 十檔蔡明肇直路彩都不錯的成績 我覺得這隻魔術控制 今場來講 絕對有機會贏到頭馬 好了 最後一隻 就是11號的初出馬 耀寶 排在大外檔 羅庫全初出馬 一向都比較急一點點 再加上潘頓肯跟你跑 已經不簡單 又是9月3號 試一貨泥地的1050米閘 當時試這貨閘 都是潘頓來的 已經拿著完放 那你說他沿途走勢 是不是很好呢 一出閘 就已經走出來 就叫做放在前面 你說他放不放 算不算這樣叫放頭呢 因為你隔壁之後 都有一些馬 一直拍著迫著他 那沿途走勢 都叫做可以的 即沒有搶口沒有成的 你說很急 那被潘頓留到 是不是又沒有的 那我入到直路呢 一轉到腳 潘頓輕輕 推他兩步 馬的走勢都可以的 維持都勁度的 那外面有隻佳應學彩 那雖然佳應學彩 那之後跑不行啦 那外面有隻比特星 那他沿途回來呢 其實一直都自己走自己 沿著這條欄都相當之不錯 那因為直路賽第一 就對於質身馬來講 容易一些克服 因為沒有那麼多難度 那同時間又有個外檔幫手 有十二檔出突 如果捱到過去的話 已經差很遠的了 那當然啦 我得到那句 潘頓幫你騎 即是幫你騎擦身馬 初出那些 尤其是賽前還要拍跳 即是有課跳 都還要自己摸起來 那告訴你 都相當之重視的了 臨場不知道什麼賠率 但應該都不會難得去哪裡 同時間呢他外地呢 是贏到一千 都是贏到一千米直路 即是叫一千米賽事 不是直路 是宰船來的 那七隻馬回來都贏得到的 那看這隻馬來到香港 看下去就應該適應得不錯了 那但是 怎麼都要看下場跑 看看到時有什麼賠率 但我就選了他先 那照舊啦 都是三關 那三穿一 再給我試多一兩次先啦 不心識著 那 頭關第三場 那四號 無河好運 爆廚師發板 打入十號陸續威 那麼 連贏位置Q 接著到第二關啦 就第五場 跑這個四班千四 我又要了三號的標之將來 和十號的勝利神驅的 最後尾關 就要了第九場 要了一號的當家精神 四號的魔術控制 和十號的耀寶的 好